请友们好 今天我们对观山乐这首曲子 做一点的谈法 做一点修正和补充 那么修正部分是关于轮指的 那么观山乐这首曲子的轮指 实际上是有三种不同的节奏型 第一种是在第一遍第二句 那么这个节奏型跟波结合 它的节奏型是波三八分之三 那么轮指是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这是第一个节奏型 那么第二个节奏型呢 是在第二遍的第二句 同样的旋律重复的第二句 是在同样的位置 那么这个节奏型跟波结合 它是波占二分之一 那么轮指是一个三连音 各占六分之一 那么第三个节奏型 是出现在尾声 尾声呢 它是轮指的三个音 分在两拍里面 也是跟波结合 那么这个节奏型呢 实际上是波是二分之一 那么轮指的前两个音 是各占四分之一 而轮指的第三个音 是占下一拍的前半拍 也就是是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节奏型 实际上是这样的 好 我再演示一下 这是有三个不同的节奏型 那么关于补充的部分呢 我想补充 在这个曲子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执法母题 那么这个执法母题呢 是进负掏起 我把这用进负掏起 用的比较多的这一段 先一起弹一遍 然后我再解释 那么这几句里面呢 一共用了三次进负掏起 这个进负掏起 的关键 在于掏起的时候 无名左手的 左手的无名指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进负掏起 是在三弦上掏起 三弦的七回九分 这个时候呢 你的无名指是直的 用关节部分 摁三弦 七回九分 下一个是在二弦的七回六分 这时候呢 为什么要用关节呢 因为用关节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无名指的指尖 已经在 摁二弦 最有力的位置了 在这个时候 因为二弦是七回六分 所以要有一个小小的戳 再看一遍 那么 无名指 在用关节 按弦的时候 它是直的 用指尖 按弦的时候 它是弯的 所以 这个一直 一弯 就完成了 从三弦 到二弦的过弦 再看一遍 下面 也是一样的 直的 关节 按弦 弯 指尖 按弦 这是 进负涛起 在关山乐 进负涛起 这个执法母题 在 在关山乐 这个曲子里面的 具体应用 它的关键 就是 左手的无名指 同时 覆盖两根弦 再用 同时覆盖 相邻的 两根弦 再用关节 按相邻 内弦的时候 它是直的 同时 下一个音 是用指尖 按相邻 外弦的时候 它是要用弯的 那么 这样 你就可以 手不用动 只通过无名指的 一直 一弯 就完成了 相邻两根弦的 过选 那么这个执法母题 我们在 练习曲 7里面 有 集中的训练 这个执法母题 用的非常多 其实在 关山乐里面 我也只是演示了 它比较 集中的这几句 然后在 其他的位置 也是有 这个 执法母题的 应用的 大家作为 课后作业 可以去 把它在 其他地方 关山乐里面的 应用找出来 好 谢谢大家